CALL 廟宇 CALL 你好 新滴耶 叨 歡迎來到還原MV第四集 看到今天的場景 還有我的穿搭 沒錯 今天要來還原的 就是最近剛回歸的 Dreamcatcher Goodnight 今天來到的是在陽明山的竹子湖黑森林 這邊應該很有名吧 還蠻多人會在這邊拍婚紗 隔壁棚也是有兩組新人正在拍攝 一個接著一個的來 可見這個地方有多寒 因為今天的天氣非常好 所以樹跟樹之間還有陽光灑落非常非常的漂亮 今天就是要在這邊還原Good Night MV裡面的各種場景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這次的穿搭是受他們MV裡面的 這套比較哥德爾風 上面有很多毛釘還有鏈條裝飾的西裝做啟發的 他們的西裝是訂做的嘛 現實中沒有這樣的西裝 所以我們就用現成的黑色西裝外套來DIY 袖子的地方這個是去大道城買的蕾絲布 然後我男朋友幫我縫在上面 裡面就是完全很清楚的縫線的部分 想說簡單縫一下不會掉就好 沿著西裝的袖子邊邊縫上去之後 它就會變得很像Dreamcatcher他們的哥德爾風的袖口 它身上不是有很多交叉的鏈條嗎 所以我們就也去大道城買了這樣子的鏈條 就用別針把它固定在我們的西裝外套上面 如果大家是常常有在跳Dance Cover的話 我建議你們一定要入手別針 因為別針不只是可以固定你的服裝啊 它其實也可以拿來做這樣子很簡單的服裝DIY 這樣你就不用破費去訂做一件超貴然後超華麗的西裝 然後平常可能還穿不到 這是感謝由我的巧手男友 內搭我是用銅色系的透膚微高領網紗上衣 那是改用花雕蕾絲的款式 可以跟西裝布還有金屬做出對比感 鞋子呢則是穿最近很紅的切耳膝缺 是趁D加AF打折的時候買的 是選比較貼合腿型的款式 底部它是做輕量的鋸齒狀 穿起來腳很沒有負擔 然後又有增高的效果 然後呢今天的造型還有一個移住之汗 我現在心情非常的沮喪 我為了這次的還原MV 去買了補夢王的耳環 結果我竟然 忘記帶了 欲哭無淚 我們現在已經在姚明山的山上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之後就把它後製在這邊 你們自己想像我戴上去的樣子好不好 介紹完穿搭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還原MV 還有還原概念照的環節吧 這樣子的感覺嗎 偷看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浮在臉的旁邊 臉的旁邊 然後又很兇對不對 臉往上瞪的感覺 幹嘛 變色變很白啊 你現在只有黑眼球 真的假的 你臉好難看 你說我的臉色難看是不是 現在我要來拍史娟跟裕賢他們坐在椅子上面唱歌的場景 因為只有一個人 所以一樣要一人分飾兩角 我先在這個地方 你不是要唱歌 我要唱歌嗎 我不知道他這邊是唱哪一段耶 好尷尬喔 擺擺樣子就好了 我再換另外一遍 這樣子呢再用後製就可以做出兩個人 從坐在一張椅子上面的感覺 不要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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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後面 你是逃跑 然後你不要被射殺 好 不能被抓到 好 來 來 去玩0.5秒 去玩0.5秒 太早了 太晚 轉 我剛好在笑 對 再一次 轉 有點抓不到這個情緒 我是要有點跑的感覺 沒有啊 它是定的 耶 我們還原完成了 因為這邊的地勢還算蠻平坦的 也有整頓過 除了會有一些泥泞之外 泥泞是因為都還蠻好走的 不過還是要盡量穿好走一點鞋子 因為它可能會陷進去 這邊非常安靜 所以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又可以吸收到樹木的分多金 不過這邊唯一一個比較麻煩的事 就是很難停車 因為附近都是紅線 你要在附近找一下停車場 剛剛拍的還原MV的完整畫面 會放在整支影片的最後 大家記得等一下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拍完馬上又例行 來到我們填飽肚子的時間 我們今天總共要去三家 我也是從網路上第一次看到 我們就一起去試吃看看吧 走 我們來到這間咖啡廳叫做豆流森林 它其實是卡馬旗下的一間咖啡廳 是用老屋改建而成的 這邊本來是一個日式的建築 是和洋不合式的 所以它會有一半是超風的建築 那另外一半就是比較偏日式 然後還有那種木造的拉門 還有一些磚化的屋頂 它這邊最厲害的是 它有一片竹子林耶 是真正的竹子 超級好拍 它這邊的咖啡品項看起來跟 一般我們平常會喝的卡馬是不太一樣的 也有很多正餐啊 還有甜點之類的品項 我們進來了 我覺得我們很幸運 因為我進來之前啊 前面排了很多人 如果是超過兩人以上的話 要等一個消息 因為我們是兩個人 所以剛好可以塞進這個發台的位置 不過可能拍起來就是沒那麼好看 因為上面的位置才是最漂亮 我們點的是浩子拿鐵 按著上面很多人點 它裡面是一整杯奶泡 加入一次那時候 它這個奶泡就會浮起來 上面還會撒這個肉桂糖粉 應該是一個 它剛剛有講到我的光致 它是黑糖粉之類的 我建議要先吃上面的這個奶泡 我們還是吃這個咖啡 很綿密的感覺 感覺應該是黑糖粉 那種咖啡香 很濃郁的感覺 這個咖啡味很重啊 而且它是比較苦的咖啡 酸一點點的 每天早上喝會爽啊 它一百八就是種在它儀式港 對 咖啡界的法式料理 對對對 這個是奶鈣的甜香冰咖啡 它下面是黑咖啡 然後上面是奶鈣 然後上面有檸檬 它超檸檬的 真的嗎? 泥灰 有檸檬的清香欸 有檸檬的清香欸 它的奶鈣很多 就是甜的 可是它有加那個檸檬 所以它喝起來不會太濃 然後你喝的時候你的泥腔會有那個檸檬的味道 然後嘴巴又是很滑順的咖啡味 花園派對 花園派對 這是丹麥特斯 是啊 你看它很多好吃 這是周訪園 我吃這個 你要加奶油 好醉餓喔 好酷喔 光明的香味會流到麵包的間隙裡面 咬起來就會齒家流香的感覺 好好吃喔 廁所是設在外面 這裡還有一個拍照打卡點 然後裡面就是長巷子 這裡就有卡瑪的小白人 我覺得這間咖啡廳還蠻推薦的 大概有四顆星 不管是裡面還是外面的環境 都整理得很好 在這邊真的會有一種很放鬆很舒適的感覺 咖啡豆有很多種 而且是他們自己烘的 但餐點的部分我覺得 雖然有鹹食也有甜食 但是選擇沒有說非常的豐富 星期五下午三點到的時候 它的甜點幾乎都賣完了 是因為人太多嗎 今天人真的太多了 今天沒有一個健行團 大家都去登山 然後下來吃甜點 那我們吃完之後 接下來就去下一家吧 來吃它的滷肉飯 這個肥肉入口之外 那種蛋還蠻剛好的 就不會太鹹 這個是他們的招牌無花肉 其實就是控肉飯分吧 然後它的顏色比較淺一點點 我吃瘦的地方 它有個香味 不香味 不香味沒有胡椒很讚 我覺得它滷得很多耶 還蠻特別的耶 就是別的地方沒有吃過這種味道 葡萄魚跟... 它的葡萄魚很大一塊 吃起來是蠻有嚼勁的 有點像雞肉的口感 煮豆腐 有入味 看起來好罪惡喔 我原來吃這個冰啊 你會想要每個顏色都撈爆 就會越來越大口 好Q喔 它的湯圓也是很黏的那種 葡萄魚超Q 感覺夏天吃應該會蠻爽的 很新涼的感覺 黑糖香味 這種放進去之後沒有辦法馬上講話 很黏稠耶 它是會把花錢一路爺爺 guess 對對對 每一口咬下去都有濃濃的黑糖味 今天吃的這三間 我覺得都還蠻推薦的耶 畢竟我剛剛有講了嘛 因為我覺得它的氛圍很棒 咖啡啊飲料都算蠻好喝的 食物的話 我覺得那個吐司還蠻值得點的 因為它是丹麥吐司 味道做的層次還蠻豐富 然後晚上的五花肉飯 真的好吃 你們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吃 不過它的交通不太方便 要開車或騎車會比較好到 但是啊還是很多人去吃 最後一間的豆花的話 我是覺得它的料非常的實在 而且吃得出來它的料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很棒 我覺得它的羊毛雞也蠻好吃的 不過一定要配茶吃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別忘了幫他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通知 等一下呢 就要來公開今天拍攝的這個 有MV還原結果啦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本來不成功 這件事 我本來要不成功 再要 不成功 這件事 我本來不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